《探索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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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宇宙的話 這個是人類的好奇心使然 肯定會有一部分人 不管是什麼時候吧 都會去仰望星空 至於說它對於人類的未來的意義 我會覺得 它不只是告訴我們自己是怎麼來的 如果往未來看的話 它可能會告訴我們 未來我們人類或者說 我們的文明的發展方向在哪裡 《探索宇宙》 《探索宇宙》 《探索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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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拿一个长焦镜头 拿一相机 就把它给记录下来 最后就是会把这两个过程的 一系列瞬间给叠成了一张照片 就等于把一个动态的过程 变成了一个静态的这个照片了 拍摄完这张照片以后呢 我就跟我女朋友求婚了 恰恰是这张照片得到了 2016年的这个英国格林医治 皇家天文台举办的 年度天文摄影师大赛的一个总冠军 圈里面应该算是 比较重头的一个全球性的大赛 我觉得这个冥冥之中吧 可以说是这个宇宙 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非洲的纳特隆湖 真的是非常偏僻的一个角落 但是在那里我看到了 这个地球上最原始的这么一个星空 非常纯净 今天照片里也记录了 地面上有很多萤火虫 所以我觉得正好是把 天上的星光和地上的这种生命 发出来的光 都给结合在了一张照片里 这张是我非常满意的一张照片 2013年的肯尼亚的那次日全市 只有11秒钟 起了非常大的沙尘暴 所以那一次虽然前期 做了各种各样的安排 而且是非常艰难地 到了那个地方 最后就是因为天气的出现状况 而没有看到这个黑太阳 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得把这一次给活得更精彩一些 尽可能多地去体验多样化的 或者说你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东西 因为今年的全市 是只有在南美的智利和阿根廷的 很窄的一条带状的区域里面能够看得到 可能也得飞差不多二三十个小时才能到 到了之后你提前还得去考虑天气原因 看起来老天爷很赏脸 各种各样的预案都准备好了 而且已经到了现场去踩完点了 但这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 就是我们租了一辆车停在现场旁边 我们人去踩点了 但是回来之后就发现这车被砸了 砸完之后车里的这些装备 更多的相机全都已经被盗了 最后就只剩下我当时踩点的时候 手上拿了一个取景用的相机 就是那一台相机了 脚架都没有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的车被砸破了玻璃 然后很多现在有中国人去到 世界各地去追日全市的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当时就借到了脚架 借到了通平线 第二天的拍摄虽然只剩下一台机器 也拍出了比较满意的画面 当你看到这个日全市发生的时候 瞬间可以说你把你的整个的情绪 全部给抚平了 人生就是经历 你总会经历一些 可能不如你意的时候 没关系下次再来就好 今天晚上我们就打算 在这个位置来拍银河了 刚才我是打手机软件看了一下 那个方向是正南方 今天晚上天 24毫米的 或者是甚至于14毫米更大的镜头 那么在一个三脚架 一个快门线 就可以把我拍的大部分的作品都给拍出来 其实还是更主要的是在于享受这个星空 肉眼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观测星空的这么一个装备 说到城外 如果没有月亮 天黑下来之后 你抬眼就可以看见非常多的满天的繁星 银河系以外的其他星系 肉眼都是可见的 我现在是有一个最大的望远镜 大概我觉得可以把我人装在里面 我用那个望远镜 我看到过离我们地球有120亿光年 这么远的一些天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 是拓展了我和宇宙之间的一种关联 我们刚才一直在加那个大外景 现在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所以我这相机已经可以开始在这里拍星空了 好 我们现在是找到了木星 可以看到木星上 现在能看到它大红斑 我本身是非常非常地乐在其中 那我也希望我拍到的这些作品 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 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公众看 然后让他们也产生 跟我一样想去追一追这种宇宙奇观的这种冲动 我是不会停下追逐的脚步的 我会继续地追下去 我会继续地追下去